新北市智能卫生所再升级 土城区卫生所结合了智慧分流以及电子化表单等 让家长可以随时来记录幼童的发展状况 并且回传给卫生所 那么一旦发现异常的话 也能透过与土城医院建立的绿色通道 及时来转介进行鉴定与诊断 小朋友好奇第四处张望销售神像前方 这个时期正是儿童发展的重要阶段 尤其零到六岁是黄金旗 那我们邀请了三组八到九个月大的宝宝 一起来参与这个抓周的活动 那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呢 初大动作要能够爬行坐起来 然后慢慢的朝他有兴趣的东西去前进 土城区卫生所服务在升级 就有各项数据的即时回传 卫生所能够主动察觉问题所在 尤其在儿童早疗方面 透过智慧化儿童发展检合表 家长就能随时记录有童状况 并回传给卫生所 以前可能不清楚这个状况的话 要等到就是他定期要到卫生所 可能注射啊等等的才可以知道说 好像透过一个医生来检合说他实际的状况 就是透过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机啊平板啊 其实随时就可以检合说小朋友 他的一个发展状况是不是有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对然后算是蛮便利的 以往呢家长就要到我们卫生所才开始填 那很多东西其实他只有在卫生所这个当下 他也许没有办法想到或观察到 那他现在他手机上面就可以有 所以他在家里呢就可以随时做一个记录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部分以往都是用纸本 然后在看诊的时候才能给医师 所以医师也没有办法事前 今天这个孩子今天有挂我的诊 我就知道他这整体的状况 我可以事前医师事前就可以知道 孩子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所以可以加速我们看诊的速度 以及看诊的一个完善性 根据健保署统计台湾0到6岁儿童申报早疗人数 去年已突破10万大关 因此土城区卫生所更吸收土城医院建立绿色通道 一旦检合发现异常就能及时转介 土城医院提供的是全方位的小儿科的服务 所以我们包括了各个次专 不是只有小儿科 包括外科 也包括这些儿童复健 儿童骨科 儿童眼科 儿童牙科 那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小孩子的服务 那如果整治以后 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些治疗复健的 那我们也会尽快的安排 目前新北市共有15处智能卫生所 土城区卫生所结合智慧分流 电子化表单及智慧生理量测设备 成为儿童发展监测及早期疗育的重要支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